台積電公布去年財寶交出了非常棒的成績單 正前我們一塊來解讀 大家本來一度想說 台積電接下來可能明年也很多的擴長 不知道效果會如何 不過我們先來看2023年的成績單 你感覺怎麼樣 有一句俗話 很適合形容台積電 叫什麼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就來形容台積電 我當初 越來越好 我剛剛在我們中視錄影當時 我開完法說的時候 我本來擔心只有我一個人有這個feel 結果在我們的錄影前 我不斷在看各大投行出的報告 就發現原來大家的feel跟我是一樣 都是棒棒棒 到底有多好 讓我們先自豪一下 就是去年第四季 因為我們講溫固而知新 那首先來看 每個人都會看到就是margin 53%到底好在哪裡 第一個 大家不要以為525%很高 其實很多人都誤會一件事情 第一個 margin本來就會下 因為匯率的關係 所以本來margin就應該往下 但是它掉的並不兇 第二個 它的margin本來第二個要掉的原因 是因為3奈米的比動提升 我們知道3奈米最大客戶就是蘋果 而蘋果就在第四季的時候 大幅量要出貨 理論上最先進的製程 在它還沒有充分量產跟選擬曲線的時候 它的margin是會低於平均的 所以在它低於margin的這個平均的這個 上升到15%的時候 那表示它的五七奈米的margin又在上升了 為什麼 因為它NVIDIA越做越少 量率越來越高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它甚至還說了一個未來 因為大家最怕的是什麼 去日本 去歐洲 然後去美國 它給了一個穩定的答案 它說台積電的目標就是 長期性 維持53% 你是不是一直意向我 到底要怎麼樣 我就告訴你 我的目標就是長期性 就是53% 53% 好 那當然很多人會喜歡從運用別來看 就是說從運用別來看說 到底台積電認為誰的狀況會比較好 那我不要看過去 因為它的重點是成長 第一個 在HPC的一個上面 那在HPC的上面來看的話 重點台積電說了一件事 就是看一件事 它就是COAS 它就說 先進風中你不要怕 現在就是我伸出多少 別人給我多少 只要看我能不能伸出 所以HPC的17 對 不是它只成長17 是我的COAS只能成長17 等我COAS可以25 我也可以25 但手機 我請大家要不是這麼看的 因為手機這個有 第一個有這個大陸第四季的D單 第二個呢 也有這個蘋果這個拉貨的狀況 所以手機呢 雖然在QOQ上看的 但是我們記得 手機的這部分 你要看YOY YOY的部分來講 其實是持平的 所以就手機的部分 我們依然不是很看好 然後再下一次車用 車用會得到一個特殊製程 待會我會講一件事 因為一般人都很擔心 台積電成熟製程 會被 因為台積電成熟製程還有20% 那這20%裡面呢 為什麼我要看車用 因為你的成熟製程 不是我的成熟製程 你們的成熟製程是PT 是一些低毛利率在三下競爭的產品 台積電的成熟製程 是因為車用沒有要跨入三大米 我的成熟製程是特殊用製程 所以margin他不用擔心 好了講的過去 我們要講展望未來 好第二 我剛剛已經預言了嘛 52到54 台積電說要長期53% 那第二個大家擔心的是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下降了很多 台積電是不投資了 其實最大原因他也解釋了 因為去年有非常多的投資在美國 那美國因為這個過程的裡面呢 有一點pending下來 所以呢也讓今年的資本支出會下降 待會莊顧問好像要跟我們聊一下這個製程 我也想跟大家聊就是說 大家不只是要看資本支出 如果你要選股的話 你還要看資本支出的項目 對 一開始當然是建廠 但是現在資本支出下來了 但是在設備跟一些耗材上 所以選股的資本支出不要看它 資本都下降了 對 你要看它資本支出在哪裡 它的方向前到哪裡 對對對 這才是我們的選股新方向 好 那再下來呢 我剛剛也提到了 還是在講先進製程 大家知道這次intel來者不善 在CES的時候intel說一句狠話 他說什麼 他說台積電的2nm 技術是落後於我們的 對 然後台積電今天 台積電一樣不與人為惡嘛 對 就是說大家下訂單就知道了 對 下完訂單就知道了 對 那當然我必須要務實說 的確大家很擔心台積電2nm 因為台積電2nm的製程 這3nm是跨一個世代的一個做法 是大家想 可是台積電從來不講虛話 竟然他都敢這樣說了 我相信有盡程度的把握 而且甚至 大家很擔心台積電的建廠計畫 那當然我先從國外來講 因為大家很擔心 因為國外成本比較高 大家會比較擔心說 在國外的狀況 日本 已經開始要量產了 北國 承認 不要偏停下來 預計明年初開始 量產 那 德國 更晚一點 但是你知道 美日德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很多人都很擔心 但是卻都忘了一個重點 都覺得台積電是被人家刀斃的架子上 要去美日德 不是這樣子 他也沒那麼傻 是美日德都有既定的客戶 今天為什麼去日本馬上完展 不是台積電這麼厲害 立刻伸出客戶 是蘇尼就跟你講好了 我要進去了 德國 誰都知道成本高 但是是什麼 是報徐跟英菲利古都跟你講好了 你進來 我就進來了 至於美國 台積電今天也有講 會跟政策方面有一些配合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在海外 所以海外的投資都不用擔心了 是 都是滿載才去的 當然是國內 國內也講出了兩個擴產計劃 第一個 也是在高雄的擴產計劃會持續 新竹的二難民也會持續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 當然大家最擔心的是美國 我最後只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如果你有40做工 40個連鎖店 只有有一家店 真的有可能會賠錢 你會很憂心嗎 你是每天都要去問 那家店是不是賠錢 那家店是不是賠錢 還有其他 還是要專注另外幾家店 有沒有再繼續賺錢 我絕對不認為美國會大發力士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營收比重的問題 那竟然還記得大方向是看好的 那我就再次強調 竟然我們已經說了 只有更好沒有最好 在投資上的結論就是 只會買貴 不會買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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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